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前端优化的Cookie部分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前端优化中的JavaScript部分 好,下面我们开始 好,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JavaScript部分的一些优化的技巧 因为现在的Web项目已经离不开了JavaScript 所以JavaScript的优化对我们Web项目的前端优化至关重要 好,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我们的一些技巧 好,第一点我们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技巧 就是优化循环 如果现在有一个Data的速度 需要对其进行便利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能简单的做法就是用一个Fore循环 然后定一个变量为0 然后再次当这个I变量小于它的Lens的时候 我们给它做一个循环 对吧,常见我们就这么做 但是这里我们每次都要判断这个I 是否小于这个Data.Lens JavaScript并不会对Data.Lens进行缓存 而是每次它都会进行一次取值 如我们所知 JavaScript的速度其实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Lens属性 所以实际上 这就是取对象的属性 如果直接使用变量的话 就会少一次所谓的对象 如果数字与元素很多 效率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们可以改成这样 比如我们在前面定一个I变量为0的时候 我们定一个M 然后它就等于Data.Lens 这初次化第一次的时候 它就会去这个长度 然后我们在这里变量的时候 直接传值M 就不再用Data的属性了 好,这样 我们虽然多加了一个变量 用来存储Data.Lens属性 但是每次循环时 它减少一次所谓的对象 但是代价是增加了一个变量的空间 如果变量不要求顺序 我们甚至可以不用M这个变量存储的长度 在不要求顺序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写 比如 我还是学负循环 然后定一个变量I 等于Data.Lens 然后我们使I节线 然后后面是 这样我们连这个M变量都省了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Y循环 就是我们刚开始定一个变量I等于Data.Lens 然后我们做Y循环的时候 I一点 然后再做循环 这样我们就可以只使用一个变量 好 这是我们优化循环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看 我们既然做运算 运算结果缓存 对我们的JavaScript的效率提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这个函数也是对象 我们可以给函数的添加任意的属性 这里也就会我们提供符合备忘录模式的 换存运行运算结构的功能 比如我们有个需要大量运算才能得出结构的函数 我这里随便定一个函数 叫做Function 然后CL Parameters 然后我们就返回 返回我们的结果 对吧 而如果其中不涉及到随机参数一样用返回的结果一致 我们就可以将运算结果进行缓存 从而避免重复的计算 就是我们就是刚开始 我们可以定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对这个参数值 做一个Json 创案的一个处理 好 我们这里还是直接上代码 假如我定一个CacheKey 然后我们用我的Json 将这个 参数转化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输入 当我们的CacheKey 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返回 这里 这里untifind要单一号扣起来 如果它不等于untifind 也就是这个速度中已经存储的这个参数多元的值 那我们这样就直接返回 那如果它确实为untifind 那我们就做一次计算了 这样我们第一次计算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稍子存储在这个数字中 第二次同样的参数计算的时候 发现这个数字中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直接就从数字中取得这个结果 就不再去做计算 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换时间的方法 由于浏览器端的页面 存活时间一般不会很长 占用的内存很快就不会释放掉 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以下两种场景 第一 相同参数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的情况 第二 运算结果 占用特别多内存的情况 第三 不要在循环中创建函数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技巧 这个很好理解 每创建一个函数对象 就需要大量空间的 如果在一个循环中创建函数 那肯定是很不明智的 尽量将函数移到循环之外创建 例如我们做一个for循环 然后里面有个变量i等于0 我们还是前面的这个吧 就这个data.lens 然后i下于m i加加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定了一个函数 bongtl 这个即是 在这里面 这样定义 每次循环都会创建一个 那就需要占用大量的空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提到这个循环的外面 用一个直接调用的方式 假如我正要定义这个函数 然后我在这里直接调用 那不就算就好了吗 是吧 好 我们第四个技巧 让垃圾回收器回收那些不再需要的对象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V8引擎中的垃圾回收机制 其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V8引擎如何进行垃圾回收 总终可以看到 如果长时间保存对象 老生带中占用空间将增大 每次在老生带中的垃圾回收 将会相当漫长 而垃圾回收判断一个变量 为活对象还是死对象 是按照是否有存活对象 或者根对象 还有对它的引用来判断的 如果有根对象或者是活对象引用 那它将判断为一个活的对象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动的去清除这些引用 让垃圾回收器对回收这些对象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手动消除这些引用 让垃圾回收器对这些对象进行回收 好 那我们如何清除这些引用呢 第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delete 一种方式通过delete的方式来消除对象中的键值 从而消除引用 但这种方式并不提倡 它会改变对象的结构 可能导致引擎中对象的存储方式变更 降其为字典方式进行存储 不利于JavaScript引擎的优化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少用这个delete 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用nong值 通过nong来消除引用 它通过将变量或者对象的属性 视为nong可以消除引用 使原本引用的对象变为一个孤岛 然后在垃圾回收的时候 对其进行回收 这种方式不会变更对象的结构 比使用delete的要好使 好 第三点 全局对象 我们需要注意 垃圾回收是认为跟对象永远是活对象 永远不会对其进行垃圾回收 而全局对象就是跟对象 所以全局作用中的变量将会一直存在 好 我们看下一个技巧 就是世界处理器的回收 我们平常写代码 会给一个dong间点绑定世界处理器 但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些世界处理器后 就不管它们了 它们默默的在内存中保存着 所以在某些dong间点绑定的世界处理器不需要后 我们应当销毁它们 同时绑定的时候也尽量使用世界代理的方式进行绑定 好 它的坏处 就是和容易导致内存泄漏 这里我就不再举这个必报的函数例子了 只是了解一下技巧就好了 好 我们了解下一个技巧 就是剩用那个EWAR函数和WID函数 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 使用它时 需要在运行时调用解释引擎 对EWAR函数内部的字符串进行解释运行 这其实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并且我们也不建议用WID WID会降低性能 通过WID包裹的代码块 作用率将会额外增加一层 降低索引效率 好 我们看如何优化这个对象 缓存需要被使用的对象 这是我们对对象的一个优化技巧 交换Squivre获取数据的性能 有一个顺序 从快到慢 也就是变量获取 数据下边获取 对象属性获取 我们可以通过最快的方式 代替这个最慢的方式 当然就是将我们的那个 对象属性复制给变量了 比如我们定一个变量body 它就等于document的body 这样我们就把document的这个属性body值 复制给body这个变量 但是需要考虑 作用率链和原型链中的对象银 对象所银 如果作用率链和原型链较长 也需要对所需的变量 继续缓缓 否则 沿着作用率链和原型链 向上查找时也会额外消耗时间 好 那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也可以缓存 正则表达式对象 需要注意 正则表达式对象的创建 非常消耗时间 尽量不要在循环中 创建正则表达式 尽可能多的 对正则表达式进行复用 好 另外一点那个对象的优化 就是需要考虑对象和数组 在JavaScript中 我们可以使用两种存放数据 对象和数组 由于JavaScript数组 可以存放任意类型数量 数据上的灵活性 导致我们经常需要考虑 何时使用数组 何时使用对象 好 那我们有一些考虑 就是第一 存储一串相同类型的对象 应当使用数组 存储一堆建制队 值的类型多样 应当使用对象 第三 所有值都是通过整数 所以应当使用数组 那我们这么多地方使用数组 数组使用时又有什么优化技巧 往数组中插入混合类型 很容易降低数组使用的效率 尽量保持数组中元素类型的一致 如果使用稀疏数组 它的元素访问将远远慢于 买数组的元素访问 因为V8引擎为了节省空间 会将稀疏的是个数组 通过字典方式保存在内存中 节约了空间 但增加了访问时间 好 另外要注意 这就是对象的拷贝 JavaScrew便利对象和数组 使用forIn的效率 其实是相当低的 所以在拷贝对象的时候 如果一直需要被拷贝的对象的属性 可以直接通过复制的方式 它会比forIn来得要快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一个拷贝 拷贝构到函数来实现 好 我们下一个优化技巧 就是缓存OJX 曾经听过一个访问时间的比较 那下一个优化技巧 就是缓存OJX 例如 我们的一个CPU Catch 它同意 寄存器 然后 内存 CPU Catch 然后外存 然后网络 大家可以看到CPU Catch 其实是最快的 那使用OJX 我们就是通过JavaScript 访问网络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用OJX 结果进行缓存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响令时间 那如何缓存OJX结果 我们会用到几种 第一 函数缓存 通过函数对象上 构造Cache对象 原理一样 跟前面讲过的 第二 本地缓存 我们的HTML5 提供了本地缓存 CycleStorage和LocalStorage 区别 就在于前者在浏览器关闭后 自动释放 而后者永久的 不会释放 它提供的缓存大小 以兆为单位 比Cookie要大很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 JX数据的存活时间 来判断是否存在 SecondStorage 还是LocationStorage当中 好 我们下一个优化技巧 就是使用布奥表达式的短路 在很多语言中 如果布奥表达式的值 已经能通过前面的条件确定 那后面的判断条件 将不会再执行 例如就是我们同时要判断条件A和条件B 那如果我们条件A已经为FORCE的时候 它后面它就不会再往后织行 因为它整个就为FORCE 好 那这是我们一些编写的技巧 那对整个JavaScript文件的优化 我们也有一些技巧 第一 我们就使用CDN 因为我们使我们的JavaScript文件越靠近这个用户 这样我们可以大大减少这个响应时间 第二 压缩和合并JavaScript文件 毕竟在网络中传输JS文件 文件越长 需要时间就越多 那我们上线前对它进行压缩 剧掉其中的注释回撤和不必要的空格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JS代码进行压缩之后 节约了传输时的那个贷款 好 这是我们的JavaScript优化的一些技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工具 我们的常用工具 也就是前段优化的工具 我们有我们的YSlow和那个PageSpeed 这两个也是我经常用到的 好 我们看一个例子 因为长了这么多理论 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已经截图了 看这是我用那个Fivefox Fivebox这个插件打开的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页面文档 在结束后 才加载CSS和JS 这是我们访问一个网站 这个文档已经加载结束了 它才加载下面的web文件 那当顶部的所有JS 都在结束之后才可以加载页面中的图片 你看首先加载的是JS 然后再是加载的图片 这个页面它的首尾都存在JavaScript代码 而顶部的como.css和como.js 几乎是同时加载 这两个 你看 底部的那个loader 这个 这里我还有一个JS 就是loader-min这个JS 和离它最近的footer.gpg 也是同时加载的 开始也是一样的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 至少在这个版本的Fivebooks中 从HTB角度来看 整个down是使用一个HTB连接 并且必须将这个HTB连接结束后 才会创建新的连接 我们的CSS和JS 可以共用一个HTB连接 它们不能和image图片使用同一个连接 CSS和JS 它可以同时加载 但不能和图片同时加载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尽量减少整个document的大小 和顶部的CSS的大小 加快它们的加载 甚至在整个页面比较小的情况下 也可以将CSS放在底部 因为你看它要加载完这些 才能加载同样的图片 第二点就是尽量将我们的JS 放在底部 这样就可以和图片几乎是同时下载 让图片尽快的下载下来 不会阻塞我们的图片下载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课我们继续